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表示 世界局势充满不确定性 不过亚洲经济基础依然牢固 我国可以借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寻求新的机遇 王瑞杰今早在新加坡中国商会 第三十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致辞时 呼吁推动新中企业对接 并且进一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创造更多合作的机会 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在加强区域和多边合作上 扮演重要角色 这个倡议回应了许多国家 对更多更好的基础建设 和联通性的需求 要充分地发挥一带一路的潜力 我们就必须发掘新的竞争优势 开拓新的合作项目 王瑞杰也希望新加坡中国商会 协助会员了解中国 在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项目上 再借再利 王瑞杰同时希望商会能够传达 我国对一带一路的建议 让更多企业了解 我国的经济合作理念 吸引投资 通过互相借鉴和结合彼此的优势 取得互惠共赢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